好久不見,大家好 我是新娘之神,Corent 嗨,大家好,我是Corent 欸,我是很久沒有更新頻道的,沒錯 這次更新我就給大家一個,你知道 工具書 因為大家知道我有在做新娘 幫新娘做造型 可是我不會說我自己是新秘 我會說我是新娘造型師 因為我不會幫你提裙子 我覺得每次跟新娘在討論的時候 當然服裝跟髮型很重要 還有一個大重點 飾品這個東西 很多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樣的髮型 大家什麼樣的飾品比較好看 我今天就來一次告訴大家 這一支絕對是新娘造型百科全書 因為我發現非常非常多人分不清楚 影底的飾品跟經底的飾品 它有什麼差異 其實差非常非常多 一次告訴大家 該怎麼分析這件事情 你看像這一件衣服 它是粉色的 它其實以粉色來說 它配銀色可不可以 其實是可以的 可是呢,你們看一個小重點 它是不是是一些偏暖色系 金色系 還有一些玫瑰色系的串珠 跟這些小亮片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飾品最好最好 也搭一樣的這種 不要太白銀 那種暖色調的 暖金底的 或者是一些玫瑰金色底的 它搭起來會最搭 純白色系的 或是銀色底的 是不是就不搭了 你們發現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種禮服最好最好搭配 就是像這種顏色 或者是這種 要白不白的珍珠 欸,我跟你說 要白不白的珍珠 是最好搭的 因為它跟白色也搭 它跟這種粉色也搭 所以它是最實用性的 有時候珍珠 你會買到那種 幾百款 幾百款珍珠 那它就真的是很適合 是白紗 白色禮服 灰色系禮服 好 我們現在一起來祈禱 好,我們看看這世上 哪位女子最想結婚 欸,妳就是最想結婚的女生嗎 沒錯,就是我 我的天 請問妳叫什麼名字 我是Sheryl Sheryl,你好 那今天新娘之神就來拯救妳了 妳是新娘的話 妳結婚的話妳想要算幾套 應該最少要三套吧 三套 好,那沒關係妳講一下妳的想法 我來聽聽聽 第一套一定是白紗 白紗 白紗一定是澎學大款 有份量的 因為要入場嘛 對,然後第二套的話 就是大家都會想要當小公主啊 優雅啊 仙氣飄飄啊 妳也想要優雅啊 仙氣飄飄比較貼膚的蕾絲 有些羽毛 然後最好是有一些卡件 或者是一些這樣的 對,這樣就很仙的感覺 有仙女款 第三套呢 第三套的話可能就是 黑色走一個性感的感覺 而且現在要送客了 送客就是擺在那裡給大家拍 所以第一套肯定要很華麗什麼的 對,就是比較不一樣的感覺 想要魚尾吧 看妳就是一副想要魚尾的感覺 妳就是比較騷的那一種 對,就是還是要不一樣嘛 沒錯,大家想辦法都是這樣 但我跟妳說很抱歉 以我做那麼多新娘來說 我會希望各位新人在選擇跟考慮的時候 只選擇兩套就好 不是因為我比較輕鬆喔 這樣我只要換兩套 欸,我換兩套的價錢也比較便宜 只是因為妳換三套 妳會幾乎整個婚禮 整個新娘的過程 妳的婚姻都只剩下我 妳第一套出去的時候就 我們就在那邊計時 好,趕快進來換第二套了 第二套一進來 呼呼呼呼呼 再把妳送出去 妳就去敬酒,敬完之後 馬上又被我們拉進來說要換第三套了 我會覺得這樣沒有嗎 跟親戚朋友或是妳想要 社交的那些人 好好的聚會 好好的聚餐 然後聊天什麼的 我會覺得妳整個婚禮都要換造型 我覺得真的太可惜了 如果是我自己的婚禮 跟我身邊人的婚禮 跟朋友的婚禮的話 我都是強制他們只換兩套 因為它會多出非常非常多時間 其實兩套妳已經很漂亮了啦 當天那一天齁 沒有人會不知道妳是新娘啊 懂意思嗎 所以妳在挑第二套的時候 我建議妳 妳最喜歡的那一套 就當第二套吧 聽起來好像很好耶 對啊 就是我可以幫妳在第二套的時候 換兩個髮型 但是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換三套 所以妳剛剛想要的衣服 我幫妳統整一下 就是白、氣勢、大沙 中間那一套 可愛公主偏粉 然後最後一套妳會是喜歡 深色然後性感、景深、餘味 但那套被我打槍了嘛 所以我們今天以兩套為出發點 好的 那我今天真的要感謝那個Mutra 你看現在滿桌的滿滿的飾品 就是Mutra提供給我們 讓我們今天可以拍這支影片的 那妳對妳第一套白沙有什麼想法 應該要有個放下來的頭髮 這樣可以順便遮一下 我覺得這個臉太寬過妳 對對對 每個女生都是這麼覺得 每個女生都會覺得 啊 如果妳臉那麼大 其實妳遮這麼大還是一樣大 大家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對不對 而且妳臉那麼長 妳還想要放下來 更長 妳像一個馬新娘耶 天啊 其實我覺得放下來也好 綁起來也好 反正都是要漂亮 我覺得都是可以做的 沒有問題 我們上頭沙 完成 有沒有 放髮的新娘是不是都很想這樣 放一大邊 你看這個黏黏的這邊 然後秀叔一點點胸部 又不要太多 又不要這個打開這樣 這個時候呢我們先什麼 上頭沙 來上頭沙 我建議大家 我建議大家頭沙呢 盡量不要去租呢 或者是買那種 單層或是有一兩層的那種 我希望妳們去買那種 至少是三層 用起來之後會比較寬的頭沙 放在頭上的時候 你從正面是可以看到效果的 像這樣子有沒有 它比較澎湃 它可以跟你放下的頭髮 造成一個共鳴 讓你覺得你氣勢很磅 我們現在拿出那種錯誤頭沙給大家看 像這種頭沙啊 你會覺得 欸好像蠻有效果的啊 很膨 但其實你要去考量到一件事情是 放到它頭後面之後 是不是它原本的髮型 就已經把整個頭沙都吃掉 你看 你抓到側面 它這樣它才看得到頭沙 可是你看正面的時候 它完全看不到 把頭髮放下來盡量 幫我選擇 寬幅比較寬的頭沙 而不是長度 插下去之後 有沒有 它側面還有滿滿的頭沙感 像這種 你覺得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這個時候呢 我建議大家 先戴完頭沙之後 再來選飾品 因為你有這些氣勢之後 你才知道你飾品 大概到什麼程度才OK 我跟你說在還沒有裝髮之前啊 非常非常多人 非常非常多人 大概會拿這個路線的飾品來給我 我買了一個很大的鑽啊 很有效果的鑽這樣 平常大家都會想說 哇那個這個已經很有效果了嗎 但其實你發現 你新娘造型完之後 你放在你的身上 那些人看不 有一點都看不到這些東西 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一定要買再更誇張一點點的 你這樣穿白沙之後 它才會有效果 而且 你又想要放頭髮 所以這個時候 一定要 飾品它是有華麗度的 最低最低的限度 也要像這個樣子 這樣戴上去才有效果 有沒有發現 你看這兩個東西 是不是差不多 你平常戴這個就覺得很誇張 可是你在新娘造型的時候 你戴上這個 你都不會覺得多 你看 是不是剛剛好 就會覺得說 哇它很有氣勢 而且我覺得mucha的那個視頻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你以為這個耳環就是 長這樣是主體了對不對 No 它其實把很有效果的東西 做在後扣 你等於說 一次有兩副耳環 你有一個耳環主體 那你有一個 超漂亮的後扣 所以你今天 你真的想要用剛剛那個 超級小鑽石在前面 後面用這個後扣 這樣搭在一起 行不行 可以耶 又是另外一個樣子 我覺得每次買他們家的東西 就是買一副等於兩副 這個是我在淘寶所會買的 只是他們家的後扣而已 你有看到嗎 我要來幫他戴上這個耳環 你沒有耳洞 沒有耳洞 我擔心 因為他們家你只要沒有耳洞的話 他都會附上一個像這樣子的後扣 你只要把它插進去 它就變成夾式耳環 有夠方便 你看這個是不是 你這個平常覺得很誇張的耳環 它現在完全搭到 你的整個新娘的造型裡面 好 那如果你真的接受度沒有那麼高 沒有辦法接受到這麼誇張的話 像我剛剛說的 它是不是兩副耳環 你把它拿開來 後扣你留著 就像你自己喜歡的那個鑽 那它前面就是這個小小的鑽拉 一樣插上去 你看 現在兩面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而且放下來的長髮 配上垂緑的頭紗 再配上垂緑式的耳環 其實是非常搭的 你有沒有看到 而且你可以這樣啊 這一副這樣戴早上 這一副等一下 穿紅色的時候可以戴 秋短褲可以用耶 我會很建議 放髮的時候 戴垂緑式的耳環 因為會很有氣勢 可是我真的沒有很喜歡垂緑的耶 真的假的 會變毛的太久 講真的 如果你戴單一株大效果的在耳朵旁邊 你會看起來更成熟一點 你信不信 所以你千萬不要有那種錯誤的概念 你看是不是這種貼的 你看起來更成熟的 好像要告訴我 沒錯 這時候你用垂緑的把線條往下拉 然後時髦的款式 其實會完全拯救你覺得自己偏老的感覺 你會發現線條往下拉 你的時髦度增加之後 你就不會有偏老的感覺 而且是非常有效果的 像有比較時髦的感覺 對啊 拉長看起來好像更瘦 對 拉長整個感覺會更好 然後你看 你以為這個是一副嗎 我就說他們家耳環絕對就是一打二 它這個垂緑是可以拿起來的 你如果不想要垂緑的時候 你像我 我如果日常一點的時候 我日常的對啦 這對來說肯定是常 我可以這樣子戴就好了 我可以不要有垂緑 那這個東西你可以怎麼用呢 很簡單啊 那你所有的耳環你都可以拿來用它 你看喔 他們說我今天今天用的這個 我今天帶了這個小小的耳環 我也可以把這個垂緑加上去 你看大家 它就是一個有垂緑的耳環 老闆娘真的是很誇張耶 這樣很時髦 三八嘎 我自己其實比較私情建議的時候 白沙可以再用多一點的珍珠元素 因為珍珠的這個擺 不會擺到像螢光擺 它會跟禮服的擺 類似類似的 近幾年來比較少出現那種螢光白婚紗了 大家的婚紗都比較偏暖色調米色調的 所以珍珠就會非常非常搭這個元素 那我們再來一個比較浮誇的款式 這個花還可以有說兩邊耶 所以老闆娘這次360度就是多好看的話就對了 有沒有發現很搭禮服 真的很搭 這個大度平常帶真的很誇張 可是當新娘的時候帶剛剛好 而且平常你要買這個大度的飾品 你真的不會花這個錢 可是呢 它真的不貴又有效果 這副一樣是可以兩用 它只要980 雖然不知道是還沒有折扣打折之前 我告訴你 它的花是本體 它的後扣 比它的本體還誇張 這是它的後扣喔 所以你就是可以再去搭剛剛上一個 還一樣就是像這樣子的環 戴上這個小小的也很適合 它的效果沒有剛剛那麼誇張 可是它也看起來就是非常有氣質的 可是它還是屬於偏大一些些的飾品 剛剛不是有跟大家說到 銀色跟金色的底該怎麼選擇比較適合 像它現在的禮服是偏銀色底比較多的 然後呢它現在的耳環是金色的底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會有點不搭呢 可是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存在感沒有這麼大 如果今天你是像這個都是金色的時候 那可能真的會有一點不太大 你會覺得有點不太妙 只要你不要這個是金 然後等一下頭上又再銀什麼 就是跳台頭那些都是很搭配的 然後還要看你的戒指 像那戒指它比較偏在中間的色調 它不是說真的很白銀 或者是很螢光白的 中間色調OK 那這樣整體搭起來就很好看 自然的 那如果是那種螢光白婚紗 超級白大顆鑽戒 那你的視頻可能就往銀色去走得比較好一點 像比如說像這種銀色的視頻去走啊 它會看起來更協調更大 如果耳環真的不想要太誇張 喜歡那種比較素牙小小的 然後你有想要有氣勢感 然後視頻多一點的話 你可以往上面去增加髮酷這個東西 因為我不想要有太多什麼銀色金色的選擇 所以我比較常會準備是這種透明型的髮酷 透明型的髮酷 這種髮酷就是一搭上去 不管你今天的禮服是什麼顏色為主的都沒差 因為它比較透明色 所以OK 你看所有的都搭配 所有的搭到 像這種比較暖色調的珍珠 搭上去之後它就會偏暖 有沒有 它是暖的 它是暖的 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跟你的衣服顏色 不對勁了 有沒有發現 剛剛只有這樣小小的時候呢 你不會覺得它們跳太多 可是你暖 暖 冷 那這個時候就會發現啊 是不是頭上是你要換成冷色系的 會比較搭呢 像母船他們家那個髮瓜 它有分很多色系 它們一致看起來都是白的 但是有沒有發現 它們兩個是暖色調的 然後 它們兩個是冷色調的 銀色底冷色調嘛 我們搭這種銀的 有沒有 就搭到爆 跟它的禮服 還有它一些蕾絲點綴什麼的 上面的縫邊 就超級大 有沒有 說真的真的是會有蠻多人 不喜歡像剛剛那種大型的頭上的 因為有些人是想要比較文青 可是他又想要頭頂有東西 這時候你可以去尋找這種東西 像說蕾絲蝴蝶結 架在後面之後 一切就會剛剛好 你稍微往旁邊轉的時候 你有婚紗感覺 你有新娘感覺 你有頭紗感覺 然後你從正面的時候 又不會這麼張牙無轉 就只會看到那一點點的毛邊 你最好去找那種 它可以控制它的寬幅度的 像這樣它裡面是鐵絲 還可以控制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頭紗類似的感覺 而且它的那個頭紗 不是那種簡單 就這樣一片的 它就是一個很反復很複雜的蝴蝶結 是不是這樣就很好看 OK我們現在如果要換造型的話 戴上我們的那個 新娘繩索套 OK換造型 然後 變 那一般像這樣子有包包頭的啊 一定就是要用頭紗 其實這樣子擦完之後 它也是非常漂亮 像這樣子 然後這種美感 就只能靠你造型師抓摟 然後我本人的那個美感是比較浮誇 所以我喜歡這樣整圈這樣子的效果 所以既然你已經包頭了 像這種大鑽的 OK搭 另外一邊 像這種長鑽鏈的 可以搭 因為正面看起來 都是非常有氣勢的 變 好現在第二套了 然後它是公主頭 然後這套就是它 剛剛說它想要有一點小公主 然後有些羽毛 然後比較貼身的蕾絲 這個呢我幫它換了一個公主頭 公主頭 沒意外 兩個東西最搭 1.蝴蝶結 2.髮枯 髮枯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這種透明一點的 真的很百搭 像現在它是粉紅色的 禮服 它一樣這種透明的 搭下去 誰是小公主 你是小公主 有沒有看到 非常非常搭的 那如果你真的不敢用 剛剛那個這麼大型的 一樣低調搭啊 看你想要搭這種 絲質的 或是這種蕾絲的 看你的禮服 跟哪個材質 有一點點重複 或類似的 有點鋼圈鐵圈 那種鐵絲網狀的這種 它就不設這套 因為這套很柔軟 有點柔軟的材質 可是因為它顏色比較重 它是不是就是很明顯 跟大家說它什麼顏色 這個黃色橘色 它跟這個粉色 就會有一點點不搭 這時候我們就來挑這種 你色路線的 那一個是珍珠 然後一個是蕾絲 如果你今天你用了這個蕾絲的話 等一下你的耳環 就不要去挑太珍珠的款式 如果你用了這個珍珠的話 你等一下耳環 直接挑珍珠 剛剛好搭一配 珍珠感出來之後 我們也可以搭上一個 珍珠的手環 它在綁帶這邊 其實跟它的衣服上面 蕾絲也蠻搭配的 記得身上有多種珍珠的時候 你要對珍珠的色 是不是同一色 類似就可以 你看像這樣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這樣子出場 有沒有 看起來非常的小公主夢幻 最後我最推薦這種頭 我一定搭蝴蝶結 一般大家去買的蝴蝶結 基本上都會是這個大小 我跟你們說 要放在頭後面的蝴蝶結 基本上 你就是必須這麼大 它放在你頭後面 它才會跑出來 有沒有看到 基本上這種蝴蝶結 小的 放在頭後面都是 失敗 消失 那怎麼辦呢 我可能也只找到這個買 然後我再摸起來 也就是看到這個大小 怎麼辦 沒關係 你買兩個 它就可以在後面 疊成 一個大蝴蝶結 像這個樣子 好 你看大蝴蝶結 一定要這個大部分 搭起來就會很好看 如果你今天頭髮太黑 我真的很建議你 可以翹色一點 不要再用黑色的蝴蝶結 因為基本上會看不到像這種雷絲的蝴蝶結 這樣就很漂亮 可是這個大小就像我剛剛說的 不夠大 從後面看都很漂亮沒有錯 可是正面沒有東西 這個時候你就分兩邊帶 這樣正面就會有蝴蝶結 然後背面又會有一個很漂亮的樣子 我今天來帶這種這種霓光的款式 它有點像泡泡有沒有 像那個泡泡 我覺得會這樣交叉帶 它等一下就可以從正面顯現出來 又可以擋住它後面這個結 然後我們腳到正面 有沒有 是不是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蝴蝶結的位置 這時候你可以把一邊往前擺 一邊往後擺 然後營造那種頭髮很豐盈很多的感覺 因為你現在整個人的華麗度已經很高了 其實你要帶單鑽可不可以 其實也OK 你想要搭超長的鑽蝴蝶也可以 因為它上面沒有珍珠的飾品 然後也沒有什麼太多搶走整個造型風台的材質 你要帶珍珠可以 完全都沒問題 那我們這次來給它搭一個特別一點點的好冷 我們來搭這種有點美人魚感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這個好有美人魚感 因為它下面是那種不規則的珍珠 然後再加上星星 你看是不是很搭 完全沒有問題 超漂亮 我們再來試試看那個Mufra他們家最厲害的 就是那種前後各是一個耳環的那種款式 然後前面是這個花 然後後面是這一條 垂墜 非常適合啊 那種夢幻公主的感覺 你看 再來換一個髮型 變 最後一套送客的時候大家聽我一句話 送客不要綁迪馬尾 因為你送客的時候 然後需要跟所有來賓照相 你一定會在那個背板前面照相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正面的頭髮 如果很少東西的時候 你被照到的時候 基本上都長這個樣子 低馬尾也長這個樣子 OBEC更長這個樣子 因為你後面盤出一隻鳳凰都沒有用啊 重點是前面長怎麼樣 所以呢 你如果真的想要綁起來 想要盤 你不想要最後一套還是放髮的時候呢 或是放髮已經在前面都用光光了 你沒得用了 最後一套我建議你就是像這樣子 前面有一點頭髮的辮子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搭配耳環 就可以稍微大一些些了 像剛剛我們前面出現過的這個 Gyubab可以搭 可以啊 Gyubab一搭上去 你的臉就會看起來小一些些 所以我們來一個炫炮一點的東西好不好 我跟你說 MUSHO他們非常多東西就是不規則 像大家看起來這副是一對的嗎 你看這樣一對的我覺得很棒 是為什麼 你現在的髮型也不是對稱的 所以這個大的東西我們可以放在這邊 小的我們可以放在有頭髮的那一面 你看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很漂亮 今天這個大家照的時候 既有效果 然後又有頭髮 你又不會被大家照到那種光兔兔的樣子 是不是就很漂亮 這樣的髮型就很適合最後送客 因為我個人的美感喜歡的就是那幾個很浮誇的 你挑一個你覺得大家都會喜歡的 大家都會喜歡 但又要特別 那這個好了 好 有這種垂墜感 有一個燈籠感的 很可愛耶這個 這樣買不出來的耳環 你沒有耳洞 你跟他們說一聲他們都會附上這個耳夾 超方便 欸這個好長耶 這真的好長耶 好看很搭 你知道為什麼搭嗎 因為這個紫色跟你的衣服 微微的粉有搭到 這樣就很好看 這樣你會選擇了嗎 會的我會的 那你今天最喜歡最喜歡的東西是哪一個 最喜歡嗎 我先說的先說你慢慢選 好 我最喜歡這一個蝴蝶結 因為我覺得它柔中帶綱耶 什麼叫柔中帶綱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有包邊的那種 會有滾邊斷帶嗎 非常女孩子感 可是它上面有什麼 它有一個牛仔布 所以這樣加起來就會有一種柔中帶綱 沒有這麼夢幻沒有那麼公主 所以用起來就會有一種氣勢 然後很有架式的感覺 小公主風格中有個性的女生 就是覺得這個精通真的是 看起來很厲害 這個超棒 這個真的是我說的 有吃又有粒的 夢幻跟小公款 它根本就是兩副耳環 它根本就 欸 我覺得Mucha真的是做後扣的達人耶 這樣你們大家會了嗎 好不好 參考一下這支影片 OK 你看到這支片的時候 我IG也會上一個就是Mucha他們家的飾品 比較日常穿 大家可以用到哪一些飾品 然後跟這邊的款式會完全完全相反 這邊的款式比較新娘 然後比較是有氣勢 然後有效果的 然後我IG的方式比較生活跟日常的 然後十搭十代款式 然後我們還有活動 在下面我會打上這一次 我跟Mucha他們家的活動 有什麼優惠在下面 如果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正要準備的新人的話 那就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好不好 那我們下次見 好掰掰